我们来执行第一个连线 首先我们看一下 目前我们的设备 执行OSEP连线 确定你的COMPO 选择ESP8266 这一个 这边你要输入的是你的COMPO 然后这边是 115200 如果这你常用的话你可以把它存在 Default 设定里面它就会出来了 Open 打开以后它会是一个黑萤幕 这个时候 你要回来这里按Reset按键 这个 IP出来了 IP出来了 请你把它mark起来 尽量不要mark到 空白的 把这数字 复制起来 只要反白它就复制 然后 XX 4 然后这时候它会启动 S31 X4 停在这里 请你不要把这个视窗关掉 因为这是一个中介程式 你关掉等一下就没有办法 做中介 好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 OSEP连线程式 我们开启离线操作 打开我们的扩充积木 打开我们的扩充积木 找到 ESP8266 这个 它提醒你IP要放进去 OK IP拉出来 这个积木拉出来 贴上我们刚才的 IP位置或者你用输入的方式 那我们最简单就是让LED灯亮 好 我们把事件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只要执行一次 这个积木只要执行一次 一开始的时候执行这个积木 我们按下空白键的时候 把 脚位4 按下 所谓的脚位4 就是指 这一颗LED灯 那我们借接的位置是在 3号 第3根 从上面算下来第3根 第3根 会有针脚 D2的位置 D2的位置 脚位就是脚位4 GPIO4 然后我们复制一下 我们按下 向上键 好我们这改向 向上 向上是亮灯 向下是 灯洗掉 好 好这样子 好我们按下旗子 把他缩一下 同事来看 然后 然后 我们要按下向上跟向下 好按向向上 灯亮 按向下 灯洗掉 好这样就完成我们第1个数位输出的 范例 记得第1个动作我们要把IP复制起来 在第1个积木 要贴上IP 然后就可以继续进行我们下面的各个积木运作 太好了 好 嗯 好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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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